好 港股今天全数收复了昨天的失地重返19000点的水平 但是成交显著萎缩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晚邀请到的嘉宾郭思智贤 郭先生你好 你好 郭先生我们看到港股昨天在内地公布了新十条优化防控措施之后 行情突变 冲高之后跳水 那么这个被市场视为是资金选择利好兑现离场 但是今天又强势反弹 这反映市场多空的博弈相当的激烈 由于圣诞节的长假马上就要到了 市场估计成交会越趋淡尽 但是在这个利好政策预期的支撑下 您认为港股有没有可能可以挑战两万点大快 那首先我们有留意就是从10月31号的低位 14597点开始的所谓反弹 到昨天的高位19737点 五个星期的时间 很真实就累着的升幅有5144点 当然昨天大家是有一个预期的 可是后来就可能感觉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 听到变成来说抓了低价货的马上就只赚了离场 所以变成昨天的下午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 指数就回的比较快的 可是今天来说 由于经过了昨天的一个反复之后 今天开出来指数已经回升到19000点以上 那等于说大家又抱着一定的憧憬 毕竟内地的政策是一步一步的开行 所以我觉得经过昨天的一个稍微反复之后 可能对后一个阶段的股市反而是有利 首先要卖出去的话 昨天这2000多亿的成交 基本上很多股份已经赚首了 所以现在既然只是能够抓着19500的这个平台的话 的确在12月份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下挑选2万点的大关 大家不要忘记 12月份传统来说都有一些叫window dressing 就是至今希望把股市稍微做好一点点 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只要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出现 距离2万点 说真的只是500多点而已 的确是有一定的憧憬的 不过现在在高水平 再冒进去就要小心了 OK 那么在谈今天强势板块 虽然昨天美股的科技股疲弱 而且反映中概股的金融指数也出现了下跌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今天科技股的强势反弹 而且我们看到资金已经开始从一线科技股 逐渐流向了一些二线科技股 例如像阿里健康 Bilibili最近的涨幅都相当的惊人 但这会不会也是一个短线见顶的一个特征 您估计这个科技股的强势 还有估值修复的这个行情还能走多远 我觉得暂时大家直接保守一点点 当然大的像腾心阿里巴巴跟美田 从低位上来已经回升了超过50% Bilibili跟那个阿里健康 已经上升了三倍的了 后一个阶段一定充满投机性的了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市场的细分比较好 而且资金经理早前在比较高台 抓了一些股份 现在到年底了 都希望稍微做好一点点 当然股市也回升到 10、20、50跟100天上以下 证明暂时的走势还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机会之下 所有资金经理都希望稍微做好一点点 可是作为散物现在才冒进去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了解当中的风险 你可以看高一线 可是问题就是一旦整个走势有变的话 愿意承担多少的风险 现在看起来10%不对的就要离场了 毕竟股市已经上升了5,140点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保留的心态比较好 是 那么现在市场 当然它冲击内地优化防疫措施之后 下一步就会是通关 所以我们看到有多家投行 趁市已经上调了澳门赌业股的估值跟目标价 所以在等我们看到 今天整个板块的出现了大爆发 不过内地强调优化并不等于全面的开放 所以炒通关这个概念 是不是应该建好这个时候 当然了 暂时大家不要太过冲动 我们再算一下 就算是有机会在未来的时间通关 我想一众澳门博彩股的博彩的税收 也不可能马上回复像以前一样的了 反正旅游人是多一点点 当然是会带来很好的现金流 可是很多澳门的博彩股 在低价上已经一倍有一些已经30%的了 现在看起来在冒进去 的确是有一些高台反复的风险 我不觉得会有太坏的通关 这不算是通关也不可能 导致博彩税收马上会回升到像以前一样 所以这个水平再追进去 还是保留一点点比较好 OK 那么港股虽然今天收复了19000点 就像您说的在从10月底的低位 累计到现在的升幅 已经大概有5100点左右 涨幅超过了三成 虽然短期还会有上涨的动能 但出现回淘的压力也算正常 那你认为现在进去可能为时已晚 但是现阶段你会给投资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而短期你会看好哪些板块的赚钱机会 我觉得内地的政策一步一步开放 我反而看好内地消费率的股份 包括航空旅游这个板块 毕竟一旦开放的话 我觉得航空股消费率的股份 真的是可以稍微看高一些 以前内税的板块 我们给的市盈率是超过30倍35倍的 现在很多股份暂时的市盈率 还是相对比较低 大家不要忘记 在一个地价赔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一旦开放的时候 股价的反应会比较明显的 所以内税的板块 航空板块 旅游板块 我还是可以看高一线的 OK 非常谢谢郭千秋 我们今天参与有点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